大家好,我是阿醉 最近今天天比较热,胃口不太好 我们今天做到酸辣开胃的凉粉 吃起来非常开肉弹 首先准备三根洗净的黄瓜 用削皮刀把外面的皮刮掉 这次我们只用黄瓜皮调一个色 这次刮了三根黄瓜的黄瓜皮 用刀把它切碎 切好后把它放在破壁机中 加入五碗清水 做两份是有一定的比例的 然后把黄瓜皮打成蔬菜汁 这是大功率破壁机 打两分钟就可以了 打好后把黄瓜汁过滤一下 倒在锅中 黄瓜皮的渣子倒掉不要 下面开始调一个淀粉水 准备一个碗加入一碗豌豆淀粉 再加入一碗清水 刚才锅中倒入了五碗清水 用筷子搅拌化开 淀粉和水的比例是一比六 下面开始做凉粉 锅中水烧至80度左右 倒入调好的淀粉水 一边倒一边用铲子不停的搅拌 就像我们平时搅面汤一样 最后这个淀粉壶变得粘稠 这时候要转为小火 一边炒一边继续搅拌 这个过程可不能偷懒 大概搅拌两分钟左右 看到下面起大炮 这个淀粉壶就熟了 这时候关火 把淀粉壶倒出来就可以 今天我们用的是一个玻璃盘子 这样比较方便我们脱模 淀粉壶倒在盘子量三个小时左右 涉体量量后就可以脱模了 把做好的凉粉倒扣在案板上 用我教的办法做出来凉粉是非常可以的 摔都摔不破 然后用刀切成你喜爱的形状 我把它切成长条 切好后装在盘子中 下面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食盐一勺 倒入蒜蓉 小米辣 香葱 陈醋 生抽酱油 芝麻香油 辣椒油 油酥芝麻花生 用勺子把所有调料搅拌化开 最后浇在切好的凉粉上面 一道酸辣爽口的凉粉就做好了 我是阿俊 每天一道家常菜 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